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期望值的意思是什么 所有可能样本的statistic 它的平均值就叫期望值 像什么 像x bar 是一个statistic 对不对 或者s平方也是一个statistic 对不对 那么所有可能的这个样本的statistic 比如说呢 我从一个族群里面 取了一个sample size等于n的一个样本出来 那每一个样本呢 我就可以算出来一个平均值叫x bar 那什么叫做所有可能样本的平均 那假设我把它归还取样 然后每一次都重新再取 sample size一样是n的喔 这个n要是100的话 这个也是100 n是一样的 然后样本出来 那当然这100个样本跟这100个样本 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观测值 所以每一个都可以算出一个x bar来 那我把所有可能的样本全部取出来 那这里就有一整群的x bar这样子的一个族群在 那么所有的这些x bar呢 的平均值 我把它全部加起来 假如有n的n次方个的的话 我全部把它加起来 然后处理它的个数 这样子的话 就叫做是x bar的什么东西 其望值 这样懂吗 x bar的其望值就是所有可能的x bar的平均值 它的平均值就叫它的其望值 那所以呢 x平方也是另外一个statistic 对不对 什么叫做x平方的其望值 就是我每一个样本我也可以拿到 可以算出一个x平方嘛 对不对 那每一个样本都拿到一个叫算一个s平方 所有可能的样本 每一个样本都算一个s平方 把这些所有的s平方集合起来呢 然后呢 你来看它的s平方的平均值 这些s平方全部把它加起来 然后处理它的个数 是不是就是s平方的平均值 这样就叫做s平方的期望值 这样懂吗 所以你对某一个 某一个statistic的期望值 就是那个statistic的平均值的意思 可以吗 可以吗 好期望值是这样 那我们上次讲到一个叫做unbiased estimate 叫做无偏估值 无偏估值 那么无偏估值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说到 这边假如有族群在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族群呢 它的这些特征值 我们叫做是parameter 譬如说什么是parameter 族群的平均值是parameter里面的一种 对不对 还有呢 族群的variance也是它parameter的一种 OK 所以这是parameter 那么我们从其中呢 取了样本 少数的几个观测值叫做样本 然后这个样本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样本里面呢 也算出这个样本的这些观测值的一些特征的值 譬如说我们从这个样本里面 我们可以算出什么呢 它的平均值来 可以算出它的s平方哪 对不对 那所以呢 x bar呢 s平方呢 都叫做是statistic 然后μ啊 sigma平方都叫做是这个族群的parameter 那么我们上次讲到了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μ呢 用谁来估计它 用x bar来估计它 x平方呢 来估计这个图群的sigma平方 那还没跟unbiased estimate 连结在一起 那什么叫unbiased estimate呢 我们谈到这个x bar来估计它 但是x bar会不会就等于这个μ 你会不会 你有没有手气那么好 我这边有10万个观测值在那里 我从里面抽了一个样本 是取了100个观测值出来 n等100 我这个100个算出来的平均值 就等于我那10万个这个观测值 那个族群出来算出来的平均值 一模一样啊 会吗 不会吧 運气没有那么好 就是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你有什么样子的信心呢 也就是说呢 虽然它不会等于它 它也很可能不是正好是这个数字 就是等于它 一模一样的数字 但是是怎么样呢 我把所有可能的样本 取出来的话 所有的x bar取出来的话 它的平均值 也就是说 x bar的期望值呢 就会等于什么 这个族群的这个parameter mu OK 统计学这样告诉你说 它正好就会等于族群的mu 所以呢 这个x bar叫做mu的什么 无偏估值 它的估计值 但是是没有偏颇的估计值 所以什么叫做unbound estimate 就是说 这一个statistic的期望值 就等于它的parameter的时候 这个statistic叫做这个parameter的 无边估值 听得懂了吗 那上次也提到说 那我们这边所计算的族群的parameter是怎么算吧 它的公式是什么样子 我说过了 我们那个公式的话 是用理解的方式来背公式的 所以呢 听过课以后 那个公式自然就记住了 不会忘掉 所以讨厌一下大家 怎么样 你的观测值怎么样 跟mu之间的距离有多大 对不对 请叫mu 然后把它整个都加起来 它的距离有多大 全部加起来 变平方 为什么 没有平方的话就变成什么 0了 对不对 所以正正复复 全部变胜的值 除以它的个数 这就是它的变异 撑吃不起的程度 叫做virus 那x平方呢 x平方我们用的方式是怎么样 很类似的话 是每一个观测值 减掉什么 这个样本的平均值 样本的平均值不是mu 是x bar 对不对 的平方 有多少个个数呢 全部把它加起来 但是它的分母 除以谁 除以n-1 那为什么要除以n-1呢 因为唯有是这样子的公式 下面分母是n-1 所定义出来的这个s平方的话呢 那么它的es平方 也就是说s平方的期望值 才会正好等于这个族群的s平方 所以这样子的s平方 才是这一个族群的s平方的无边公式 可以吗 好 这个是稍微把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东西再详细一点 那么我们手头上有的是什么 手头上有的 就只有这个样本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是我们心向往之 我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在这里 这叫族群 在这里 但是我们手头上可没有这么多东西 我们手头上有的只有什么 少少的这一点东西 semple size 有n个的这些观测值 所以我们手头上可以算出来的就是这个 是这一个值而已 对不对 我们手头上有的是这个东西 那上次提到的这个s平方的的话 的单位是什么 有没有单位 有单位对不对 s平方的单位是什么 我们的观测值的单位的平方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它开根号了以后 是怎么样子呢 取正值就是样本的standard deviation 样本的standard deviation 取正值就好了 因为那个变异的程度最小直到0 没有负的 所以取正值 那s有没有单位 有单位对不对 s的单位就跟我们的观测值 x的单位是一样的单位对不对 好 那么 再介绍一个 一个单位 一个 一个 一个统计的一个值 叫做是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这个 中文叫做 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这个变异系数的时候呢 啊 我们可以简称叫CV 啊 这边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那有的课本上 它是称作是V 但是V的的话 我觉得 比较容易跟我们 讲的variance 把它搗混在一起的 所以 为了要厘清呢 所以呢 我们还是维持用CV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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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term 好了 所以用CV 那CV的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呢 我把S 涂上 X bar 乘以100% 什么意思呢 你想想看 你在看 一个样本的 这些观测值 撑持不齐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S 对不对 那这个是有单位的 那 假设呢 你想想看 好 我们要知道这个 额 这个 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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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 颇 要知道全台灣你大學生的身高是多少的時候 你取了一個樣本 譬如說找了150個人大學女生量一量身高 你量身高的以後身高的公分你喜歡用什麼? 用公分對不對? 那有人喜歡用什麼? 美國人他用多少Foot多少Inch對不對? 那有人比較那個 顧摸一些 他說公分不夠 我是那個分毫必真的 我要用MM 可不可以? 他也可以啊 反正你喜歡用什麼單位去量測就什麼單位量測 所以出來了以後 假如有人用公分出來了 用Foot出來的的話 他的什麼? 他的S的話就是那個單位 就是 那你要在比的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單位在那裡 所以呢 這個S其實就帶了原來的那個單位 那你假如要想說我不同的族群要來比的時候 或者是呢 我不同的Variable要來比的時候 你想要知道 到底身高的變異是比較大的 還是體重的變異是比較大的呢? 你怎麼辦? 喔! 體重 體重通常用什麼? 公斤對不對? 就是這樣 然後美國人喜歡用什麼?幾磅對不對? 那你就說公斤喔 太粗糙了 我每天都是要算到多少克的 好! 所以你的S就跟著這個單位一起跑 那你怎麼樣來得到就是說 那我假如要知道說 這個同樣一個單位的的時候 我就要轉來轉去的 我才可以得到一樣的這個 呃 單位可以來比較 或者呢 我是不同的Variable 一個是公分一個公斤 我怎麼知道這兩個變相 它的變異的程度是哪個變異比較大呢? 怎麼辦? 把你的S除上它的平均值 就它跟它的平均值來比比看 這一個變異到底是它的平均的百分之多少?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 CV一出來變成是什麼? 沒有單位了 對不對? 有沒有單位? 沒有單位了 所以你在比較不同的族群出來的樣本 或是不同的Variable出來的的時候呢 怎麼樣? 你就把它有一點標準化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就比較可以來比較 所以它就沒有單位了 單位被消掉了 OK 這是 呃 你們有的時候會碰到 這樣子的一個 coefficient variation 那 你要知道它的意義大概是怎麼樣 好 那 接下來我們要提的還是一些簡單的名詞 它介紹的一個名詞叫做 Frequency 還有呢 reactive frequency reactive cumulative frequency reactive cumulative frequency 這幾個名詞我把它全部連在一起講 它是什麼意思呢? 假設我這邊有觀測值 譬如說 譬如說 我想知道這個 呃 大學 男生的年齡 好來 好 有 18的 19 19 18 20 21 20 21 我只取了十個樣本來的的話 那這是我的觀測值 有十個 那什麼叫做 Frequency 好 好 就是 我把它這些 觀測值呢 從小排到大 我Si 從小排到大 把它排出來 我有18的 19的 20的 21的 我面具有這些 然後呢 相同的 就是它的 Frequency 好 好 F 它的F呢 18有幾個 1 2 3 有三個 19的呢 有兩個 20的呢 有兩個 21 有三個 這樣可以嗎? 什麼叫 Relative Frequency 叫RF 相對的頻度 RF是怎麼樣 我把這些 Frequency 全部加起來 總共有幾個 有十個 然後呢 它佔裡面的百分之多少 就相對的頻度啊 所以這個是多少 30% 20% 20% 30% 這個就是 Relative Frequency 那麼什麼叫做 Relative Cumulative Frequency 就是 R-C-F呢 R-C-F R-C-F 不好意思喔 把它拔掉 R-C-F 就是怎麼樣 我們從小排到大 好 最小的這一個呢 是30% 然後 從 18到19歲 累積起來 是多少 它是累積的嘛 相對累積的頻度 從小排到大 一直累積起來 所以是50% 然後呢 到這裡呢 70% 到這裡呢 100% 所以呢 所謂的 Relative Cumulative Frequency 累積到最高的那個一定是百分之百的 就這樣 很簡單的 好 好 那我們呢 一般在敘述統計的時候 你很容易的就可以去看到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把Si 放在橫軸上 通常我們這樣子一畫橫軸的話 常常就是這個觀測值的大小 從左邊是觀測值比較小的 右邊觀測值比較大的 我們通常是這樣弄 那它的動軸是什麼 是Frequency 或是Relative Frequency 常常是這樣子畫 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Si就是我們的這個觀測值的大小 從小排到大 比如說像這個例子 有18 有19 有20 20 有21 然後它的 這個有多少 這個叫做什麼 長條圖 Histogram 這個叫做長條圖 這樣知道嗎 這個叫Histogram 叫長條圖 那有的時候呢 你的Si呢 那個間距可以 可以比較小一點 我們就說 我不要用年來當作年齡 那我用天可不可以 天的話 假如我們拿的觀測值比較多的話 很可能 我們就看起來是怎麼樣 喔 天 喔 有 有 有這種 天數的 OK 那你很可能就 就 比較密集了 那 有的時候呢 更密集了以後 這個 這個 Si變連續的的時候 連續的時候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上面的 這個 一條一條的 這個長條呢 就已經變成怎麼樣 線條了 曲線了的時候 叫做 Frequency Curve 就是當你的 你的 你的 Si 就變成是連續的的時候 啊 你本來是一個一個 然後變成有密有密 要變成連續的 然後就變成 Frequency 的 Histogram 就變成了Frequency Curve 喔 所以 Frequency Curve 這個時候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一個 是叫做 最有名的整個統計學的一個基礎 叫做什麼 常態分佈的 所以 X軸就是直的大小 然後呢 這個是它的 分佈的 這個 relative Frequency的 好 我們從頭來講 什麼叫做 Normal Distribution 中文叫做常態分佈 中文叫做常態分佈 常態分佈呢 其實是在講這些觀測值它出現的頻度或相對的頻度的一個一個 分佈的狀況 然後是我們整個統計學裡面呢 整個這學期後面所要講的所有的這些統計的一個基本的一個基礎 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 說我們的這些觀測值的分佈呢 是一個常態分佈的 所以我們先介紹 怎麼樣的特質叫做這些觀測值這樣的分佈叫常態分佈呢 所以常態分佈的話是什麼 我把我有xi 像剛剛講的 xi呢 就是我的觀測值的大小喔 從小還到大 然後越左邊越小 越右邊越大 所以它的觀測值是從負無窮大到可以到順無窮大的 所以xi是一個什麼 時數 它是一個時數 然後中斗是我們的相對的累積頻度的的話 是這樣子 它有這樣的特質 這樣的特質是什麼意思呢 它的分佈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長得像這個樣子呢 是怎麼樣 它的最中 它長得像是一個中的形狀 那中間的這個值就是它的平均值是μ 那它是怎麼樣 兩側對稱 那在常態分佈底下的累積的這個面積呢 累積起來是1嘛 所有的觀測值的這個頻度 相對的頻度累積起來當然是1 所以是怎麼樣 它是兩側對稱的 所以負無窮大到μ之下的這個面積呢 是多少 正面是0.5 然後從μ到正無窮大以下的面積呢 也是0.5 所以兩邊加起來才會1 所以對中間的這個是μ的值 兩邊是對稱的 我把它的機率 這個分佈的這個機率寫下來 這個是它的分佈的 這是它的分佈的 這是它的分佈的 這一個線 就是每一個Xr在這裡的分佈的這個相對的頻度 是這樣子的 這個式子你不必記 你背不起來沒有關係 那主要是要告訴你什麼樣子 你了解它是什麼樣子 它其實是這樣子 這一個是一個長態分佈的一個曲線圖的的話呢 就表示說什麼呢 這裡有兩個參數 兩個分佈的 一個是什麼 μ 這個是variance 這個是standard deviation 這個是sigma平方 56 這個是sigma平方 所以它有兩個prometer 叫做是什麼 μ跟sigma平方 那每一條長態分佈呢 只要你給它一個μ 一個sigma平方 就會產生出一個 一條的長態分佈的曲線出來 那怎麼樣子呢 譬如說 我們譬如說 假設了 我們給它一個 如果μ等於3 variance等於25的 那就會怎麼樣子呢 好 我的fxi 就等於怎麼樣子 真號2pi 乘以什麼 這個 sigma平方是25 所以這邊是真號25分之1 1的2 乘以25 xi-3的平方 可以嗎 假設我們 這個 乘以25分之1 這個 乘以25分之1 它就出來一條 像這樣子的 這樣 這樣子的時候 你就怎麼樣 我xi的指 任何代一個指進去 我xi 假如我代是多少 這個乘以6 我xi等於2 我xi等於2的時候 這邊呢,只有一個是什麼,2-3的平方等等 是不是就出來一個處值,然後它的值就在哪裡 這是3,它的2的值,它就會出來,是這麼高的 這樣懂嗎? 我的Si等於5的的時候,5在這邊 5我把它帶進來,F5的話是多少? 這邊5-這個等等,所以出來一個F值 5在哪裡?在這裡 所以把它整個連起來,Si的值連起來 它就是這樣一條的平度分布的一個曲線 這樣子,了解嗎? 所以它就是一個會有一條常態分布的曲線 就是按照這樣子的一個分布來 那你只要記得說它的特質是怎麼樣子呢? 每一個你給它一個mu,一個variance的時候 就有一條新的常態分布的曲線出來 那我們通常是這樣寫 前面的這個大的n叫做它是normal distribution 簡寫,這個n代表它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它受兩個primiter來決定 一個是mu,一個是variance 所以mu是多少,variance是多少 就出來一條常態分布 新的常態分布 可以嗎? 好,那我開始要來問你了 好,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假如我有很多條常態分布的話 我的mu是相同,variance不同 的一些常態分布的話 它會長得怎麼樣子? 它在整個的素軸上是長的 是怎麼樣? mu相同,variance不同 這邊開始要用一點腦子喔 開始對自己有一點點挑戰啊 好,橫軸是xi,對不對? 好,我們給它過一點點空間好了 我們給它過一點點空間好了 在這裡 這個是xi,對不對? 從小排到大是這樣的排法 中間的話是mu 好,第一個常態分布 假如是這樣 好,這是一個bale shape 這是一個 常態分布 有它自己的variance 好啦,我們第一條 我們叫做是這樣 第二條常態分布呢 好 它也是Gale shape 這個 它的mu一樣 大家都在xi的速軸上重點 的mu 就是說它的平均值是一樣 這個variance不一樣 或者是再另外一條 挑戰一下 這個是要對稱的喔 假如畫的不對稱的話 是因為我的技巧不好 好不好 這個有另外一條 叫Sigma 對吧 這樣 有三條對不對 好,我們這個把它叫做 1,2,3 好了 好,來 這三條是variance不同的 請問你 哪一條的variance比較大 哪一條的variance比較小 你回來想想看 variance的定義 variance的定義 variance的定義是什麼 我這些xi跟mu 之間距離的大小 好 好 那我現在已經把xi 畫在這裡了 然後它的分布 是這樣子的話 哪一個的variance比較小 這邊有三條 你一定不會講 中間那一條 對不對 中間那一條 當作它不存在 有一個橘色跟 綠色跟白色 綠色的 跟一個白色的 哪一個variance比較大 綠色的還是白色的 variance比較大 是 這個variance比較大 它怎麼樣子 為什麼會比較大 要仔細聽 我有的時候 問大家的時候 請你自己要舉手 等等之類的 你不要擔心說 老師會把我記住 我舉錯手了 不會 其實舉手是告訴自己而已 你舉錯了 你知道錯了以後 你自己的印象會比較深刻 所以請你自己 忠於自己 我記不起來的 誰舉了哪個手 我怎麼知道呢 為什麼白色的比較大 variance比較大 怎麼樣子呢 它離mu比較遠的這些 這些指 這個xi 譬如說白色的這一條 好了 這個xi在這裡的話 是不是 比xi在這裡 離mu更遠一點 離mu比較近的是這裡 對不對 這裡的離mu比較近 這裡的是不是離mu很遠 離mu越遠的 越多的話 就是什麼 variance越大 對不對 變異越大 越撐摯不齊 所以這個離mu越遠的這些呢 怎麼樣 是在白色的這一條比較多 是在白色的這一條比較多 離mu比較近的這些呢 是在綠色的這邊是比較多的 這樣可以嗎 那所以呢 哪個variance比較大 哪個variance比較大 就是白色的這個變異 或是比較撐摯不齊的的話 你用那個curve看起來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要把這個 把左穴的公式變成概念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 那你假如是 喔 variance相同 mu不同 是長什麼樣子 variance一樣 mu不一樣呢 在數軸上 xi 好不好 然後呢 有第一個 這樣 看一下 考驗每一個人的技術 你要畫的那個 每一個的variance都一樣 這是mu e 對不對 好 第二個 這個 mu 2 它的樣子 它分散程度都一樣 所以叫做variance一樣 但是它的平均值呢 它的大小是不一樣的 它整個的 xi的分布 居向哪邊比較多的話 是不一樣的 這是mu不同 variance相同 化作是圖像的概念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很重要的是什麼 在這裡呢 我們知道的這個概念 沒有 normal distribution有多少條呢 無限多條 對不對 什麼樣子呢 什麼叫無限多條 我有一個mu 一個variance 我就有一條新的normal distribution出來 是不是這樣子 假如它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話 那mu不一樣 或是variance不一樣 或兩個都不一樣的話 就全部都出來了 新的一條normal distribution 是不是 那有這麼多條的normal distribution在那裡 你能夠知道每一條的 喔 這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它下面的這個 譬如說這個 這個是mu等於3 variance等於25的 然後我想要知道 這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底下呢 假如是從xi的值 從1到這個8的的時候 這個機率有多少 你知道嗎 不知道 很難 很難得到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它太多條了 所以呢 去做了一件事情 怎麼樣呢 normal distribution有無限多條 那麼我能不能搞出來一條呢 是放諸四海階形的 喔 我可以把它變成是怎麼樣 變成 我就用那一條的機率來看 把這叫做什麼 我把它變成normal01 什麼叫做normal01 就是變成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平均值是0 variance是1 這個前面的這個0 是平均值是等於0 variance是等於1 這樣子叫做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standard normal curve 也可以 standard normal curve 然後呢 以後我們就給你一條 這個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的分布 機率分布 那就可以來算 所有的normal distribution裡面的那個 那個分布了 好嗎 所以 那這個怎麼樣子變成它呢 把它裡面的每一個觀測值 我這邊的每一個觀測值 我這邊的每一個觀測值叫xi的 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 對不對 我把它怎麼樣 xi減掉mu 除上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這樣子的以後 我令它的值叫做z 每一個xi都變成z 所以z的值呢 就變成normal01了 到這裡 就變成z的值 這邊就變成z的值 這邊就變成z的值 就變normal01 好 我再把它講一遍 好 好